到时候你们好啊 年前啊 有很多粉丝啊 给我留言说 索尼又出新播放器了 其实呢 我已经拿到手了 正好借着春节旅游期间呢 我带着这台机器呢 游山玩水啊 深度的体验了一下 这台机器的播放性能 行了 不卖关的啊 直接把机器拿出来 索尼的 A306 作为A系列的一个新兴贵族啊 它体积呢 足够的小巧 而且呢 握持感相当的不错 四个边角比较圆润 换句话说 它的便携性和异用性 还是值得一吹的 其实呢 我拿到这台索尼的机器啊 关注点跟一般的发烧友 还不太一样 很多朋友会关注 它的音质怎么样 它的这个异用性如何 而我最关注的是 索尼作为随身听 沃克曼的一个鼻祖 它的这台播放器上 到底有多少黑科技加值 所谓A系列 入门级的播放器 它的价格还是可以的 顺便零售价在2000出一点头 而作为信仰 大法 索尼呢 在这个价位 已经是相当有竞争力了 它的通品呢 是铝合金的金属机身 其实呢 这种金属机身 对声音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因为它具有低阻抗 高密度 高刚性 所以对声音播放的力度 以及密度上 是有一些体现的 这台机器拥有三个配色 比如说我手里这个蓝色 还有黑色 以及灰白色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蓝色的好看 既灰身 同时呢 又有足够的神秘感 该说不说 A306这台机器啊 它的工业设计呢 其外观的整体性不言而喻啊 它的正面呢 是一块1280x720的3.6寸屏屏幕 无论从细腻度还是亮度 都是可圈可点的 索尼的机器呢 历来是热衷保留机械按键的 因为这种机械按键比较有质感 就像黑砖和金砖一样 它的机械按键呢 实际上是在侧面分布 而底部呢 则是挂绳 Type-C的充电 以及数据传输 另外呢 四级平衡的3.5 这么小的体积呢 把这些功能区 以及机械按键 完全融入其中 这个设计感呢 确实很巧妙 它就像一个缩小的黑砖 或者金砖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迷你的小钢炮 对不对 我把机器放这了 咱就不举了它了啊 跟他提到了 索尼我最关心的是什么 黑科技加持 索尼呢 在这台机器 我发现有三个 值得一说的黑科技点 我们从硬件到软件聊啊 第一个 它保留了 像索尼黑砖 金砖 或者ZX高端上 所使用的 S-Master HX 数字功放系统 说人话 就是它的推力比较惊人 A306这套功放的电源部分 就有五枚高分子电容 它可以提供稳定优质的电源 以确保声音的高密度 纯净感 同时呢 模拟输出部分 它也使用了薄膜电容器 滤波精密电阻 含金焊机 甚至是镀金的一个电路板 并且呢 这些电路拥有自己专有的屏蔽罩 像这些补品的元器件啊 很少出现在2000元左右的 入门播放器上使用 索尼呢 就直接把这套金砖黑砖的 这个硬件套三 直接向下移植到了A306上 另外呢 它还拥有44.1 48K的双精震 时钟方案 可以根据文件的采样率的不同 在两个时钟之间切换 尽可能的实现一个数字信号的同步进行 另外一点 索尼引以为傲的 DSEE Ultimate数字声频技术呢 也一致在了A306这台机器上 这套声频技术呢 主要用于有效提升音乐的 一个播放精度 以前那期我们在介绍金砖的时候就说过 这套技术呢 可以使平平无常的一个音乐 大幅度的提高声音的细节 以及准确性 以尽可能达到一个CD音质的水准 这种水准表现在哪儿 音乐播放时的信息量以及三频的一个硅章性 在现实使用当中 如果我们开启这个功能的时候会发现 普通的音乐 以及这种开启后的音乐表现 其信息度就像拨开了一层沙 这种黑科技的表现呢 确实是值得完美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这个功能 另外呢 就是A306在软件方面提升了不少啊 比如说它是基于安卓12的平台来重新定制的UI 在S Master HX的加持下它可以聆听176.4或者是192的这种高品质的音乐 以及原生的DSD音乐 同时这种较流畅的UI呢也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很容易的去添加第三方音乐播放器的APP 这些APP在播放音乐的同时 较之上一代流畅性 以及播放效果要好了一截 很显然啊 进行过优化 还有就是啊 索尼这台A306播放器 依旧是保留了Walkman UI的一个设计 这个播放器界面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 就是索尼这两年火的发烫呢 磁带UI界面 也就是说我们在播放不同马率音乐的同时 其屏幕呢会显示不同颜色的索尼磁带卡座播放状态 这种非常浓厚的代入感 这种情怀满满的行为 恐怕也只有索尼能做得到了 哦对了还有一点黑科技必须要谈啊 就是我们提到了索尼的蓝牙系统哈 以前我们经常说蓝牙系统的声音表现 一定不如有线音乐 这一点呢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在蓝牙传输这方面呢有三大主流 比如说高通的APTX 比如说华为的HWA 还有一个就是索尼的LDAC 这三者里边 无论是纯束效率还是声音表现 都是LDAC最好 但是比较可惜啊 拥有LDAC编辑码技术的这个厂家并不是很多 那么索尼呢在这方面就有择天独厚的条件了 你像一些索尼的高端蓝牙耳机 比如说WF1000XM4 WH1000XM5 LinkBoss 你像这些耳机呢都是完美支持LDAC传输的 不能说敢超有线传输啊 起码是最大限度接近了有线传输 再加上自己索尼的这个升频技术啊 小金标加持啊 其实声音也是不闹的 既然提到小金标我们就多说一嘴啊 A306不光拥有标准的小金标 同时它还拥有 Wearless的小金标 也就是说有线的Headless标准 已经不能满足306了 它拥有无线的Headless标准 现在来看A306这台小机的体积 虽然并不是很大啊 但是满满的黑科技叠加 确实也挺难为的了啊 说一千到一万 这些黑科技呢实际上是为声音做服务的 一会儿呢我们去连接相对更难推一些大耳机 来听一听这台播放机对音乐的控制力怎么样 这次不是老规矩了啊 对于音乐播放结束以后 我简单的对这台机器镜像点评 我们先来听音乐吧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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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